今天是4月25號星期四 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祝福大家 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 昨天晚上的美股四大指數 表現其實還不錯 但是台子夜盤下跌了200點 你沒有聽錯下跌了200點 那原因到底是出在哪裡 等一下我會來告訴大家 還有就是說其實以近期來講 台股可以算是說初步直穩 但是台股可以算是說初步直穩 他還是會稍微震盪去消化他的一些賣壓 算是說有一點剛剛直穩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可能說 比較避險的賣壓 或是說比較擔憂的賣壓 還是會持續去消化中 所以如果說以今天的整體的台股來講 預計會稍微下跌 那有一些各位 因為就像我講的 大反攻的第一階段一定是百花其放 到第二階段 個股的強弱就會開始分歧 尤其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有兩大財報公布 Meta的財報 還有IBM的財報 IBM就是市場俗稱的藍色巨人 這兩者的財報一公布 股價都是大跌 所以可能會拖累到今天晚上的美股 那對於等一下的台股開盤 可能也會稍微受到一點影響 所以我們來幫大家去做追蹤 好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帶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幾個重點 好那今天的幾個重點 當然就包含說月線 台股 因為說台股現在算是 止跌回穩的第一步 大反攻第一階段 好那月線的反壓 20250 所以今天這個點位 需要去做留意 因為說如果說 當初以技術面來看的話 目前台股的月線 確實是呈現下彎 所以它的反壓會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 20250 這個位置 有可能 我這樣說好了 台股它現在的 月線的反壓 應該是在 2023多左右 大概236 238 那我們去抓250 就是一個整數關卡 所以預計今天台股 可能會衝破250之後 稍微出現一些賣壓 那稍微又被壓下來 所以這部分就會做留意 那再來 如果說以族群來講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大盤衝上去 一定會稍微震盪 那以族群來講 就盡量去挑 它的復甦期 是在下半年的個股 因為如果說它復甦期 是在下半年 就代表說它的谷底 是在第二季 谷底在第二季 它的基期就相對比 谷底在第一季的族群 還要來得低 那第一當然就是 我們從前一個禮拜 就一直跟大家 預告的被動元件 是不是 我們從上禮拜 應該說上禮拜 上禮拜我們就一直預告 被動元件的位階很低 國聚跟華星科 其中首選是國聚 昨天國聚還在續長 是不是 所以這一塊可以去做留意 再來 電源管理IC 今天也可以去做留意 包含一下茂達 包含一下6138的茂達 8081的智新 今天都可以去做留意 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當然說 目前這一件消息算是說 還沒有正式確定 但是機率是滿高的 就是說 中國大陸跟台灣 可能會開放觀光旅遊 我這樣說 假設如果真的開放 對於這些旅遊業者 觀光業者來講 營收會有實質的挹注 這就可以去做留意 因為就像我講的 要去做這種 比較偏題材的個股 就有一個重點 你要去看它是不是有 實際的營收貢獻 就像水資源好了 為什麼水資源我一直跟大家說 我連短線都不想去做 因為水資源這個東西是 它是純吃題材 缺水到底會不會對這些 水資源概念股有貢獻 沒人知道 應該是說 根本就不會有什麼貢獻 那你說黃金大漲 對於什麼加隆 金義鼎 會不會有實質的貢獻 根本就不會 所以這種東西叫做 純題材 純題材 就是 當充隔日充 隨便就是 短線做就好 那像是以觀光旅遊來講 觀光旅遊只要說 中國大陸跟台灣 真的說開放旅遊的話 它是有實質營收貢獻 這個我反而就會下去做留意 所以今天三個重點 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昨天整個美股的狀況 你說 其實昨天蠻有趣的 就是說 昨天的費半是上漲 來我帶大家看 昨天的國際指數 國間的國際指數 道琼 持續開低走高 去挑戰這個 季線跟月線的反壓 還不錯 那NASDAQ也是 上漲 開低走高上漲 持續去挑戰季線跟月線的反壓 S&P500也是一樣 即將去挑戰 月線跟季線反壓 昨天都是上漲都不錯 那包含像是費半 昨天費半也不錯 昨天費半也是開低走高 我放大來看 昨天費半也是開低走高 尾盤是上漲了1%以上 怎麼台股的跌點200點 昨天的夜盤怎麼下跌了200點 其實說真的 我這麼說好了 昨天整個國際股 是真的都不差 從歐股到美股 甚至到美國美股的個股 其實都不差 甚至連台積電的ADR 台積電ADR我帶大家看一下 其實以台積電的ADR來講 也沒有到非常的差 昨天的台積電ADR 不過也就是跌了0.34%而已 昨天召開法說會的聯電 聯電的ADR 這是聯電ADR 聯電的ADR是開低走高 還是上漲的 上漲了1.3% 台積夜盤憑什麼跌200點 說真的我找半天 找不到一個比較具體的利空 因為你說美國的個股 其實說真的不差 每一檔都不差 昨天特斯拉大漲 德州儀器也大漲 台積電ADR也不差 那我覺得唯一能夠解釋 昨天台積夜盤下跌200點的 大概就是 昨天早上的現貨 有一點反應過度 那有一點反應過度 昨天的美股沒有想像中的 就是強到非常誇張 那他自然是要去做收斂 所以我覺得 昨天台積夜盤的下跌 這不是任何的風險 這不過就是有一點 昨天早上的現貨爆衝過頭 那到了夜盤 稍微去收斂一點點 就這樣而已 所以不用太過擔心 等一下可能說台積期 會稍微的開低 那也不用太過擔心 就是趁機去找買點 好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包含像是現在的 日本股市 現在的日金 是小幅度的開低 那現在日金應該是受到美國 盤後的影響 稍微開低 所以目前的日金 是下跌了1.3%左右 那韓國股市 現在的韓國股市 相對還是比較強一點點 韓國股市目前是下跌了0.87% 算是就是 韓國股市目前也是持續去挑戰 月線跟季線的反壓 那日本股市也是一樣 即將去挑戰月線跟季線的反壓 所以整個亞洲股市 目前其實就是一個 初步止穩 那還沒有到轉強 的階段 那止穩還沒到轉強 當然就是很好的佈局時機 是吧 所以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包含像是 昨天的美股 你看喔 其實昨天的美股不差 就是說 昨天美股 Tesla 昨天早上 我們領先全市場幫大家追蹤了 Tesla大漲了12% 那其實就像我講的 Tesla的大漲 它背後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叫做跌升的股票 它反而會容易吸引到市場資金 那第二是整個市場的情緒 其實是偏樂觀 因為就像我講的 Tesla的財報這麼的爛 昨天我們早上8點半 就跟大家預告了 我告訴大家其實說 我們在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每天的盤前直播 這個是非常有價值的 你知道有 因為說 這可以算是全台灣最早最早 從美股到台股到國際指數 最早的全面性分析 一大堆同業都在看我們的節目 真的不誇張 你看你可以去驗證 很多東西我們在早上8點半 跟大家講完之後 你在今天就會一直重複聽到 其實重複聽到 尤其是美股的部分 像昨天Tesla 早上幫大家解完 財報很爛 他為什麼會這樣 結果你在昨天一整天 都會聽到相類似的言論 是不是 所以我們的節目 其實很多的同業都在看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直接掃描可以加入任何個股 都可以直接在裡面問 所以昨天Tesla表現不錯 我覺得說如果以昨天的族群性 就美國的族群性來講 比較強的是在德州儀器這一塊 昨天的德州儀器還有安生美半導體 漲勢都不錯 那德州儀器跟安生美半導體 它代表的都是叫做類比IC 那類比IC 它就也比較偏向說電源管理IC這一塊 所以你看 因為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族群性很重要 族群性它才能帶動整個相關的股票往上漲 昨天的德州儀器是大漲了6% 那還有包含像安生美 漲勢也不錯 所以今天才會告訴大家 會對應到台股的電源管理IC這一塊 因為其實說台股的電源管理IC 茂達至新 它目前的本益比也不高 所以就可以去做留意 因為這個邏輯是這樣 遇到所有的利多都一樣 不論說消息面的利多 還是說一些政策面的利多等等的都好 你要去看遇到這個利多 那這一檔股票本身的位階怎麼樣 如果說它的位階很高 那遇到利多 它的反應就不會到太大 但是如果說它本身位階低 又遇到利多 這個反應就會非常大 所以這部分就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在今天 好那我們看一下 就在剛剛 提前去做公佈的 聯電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聯電的法說會 它說真的沒有什麼大重點 不過等一下我會跟大家提一下 那重點 最新出爐的 就在今天早上 八點 差不多七八點左右 出來的Meta的財報 Meta的財報它就是 EPS還不錯 那廣告收入九成 VR頭盔虧損38.5億 好那 以整體來講 Meta的彩測還算可以接受 那不過Meta也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發展AI比想像中的還要再燒錢 所以可能 全年度的獲利沒有辦法大幅度的成長 那我覺得說Meta的財報 對於它本身當然是好的 結果Meta就臉書 唯一可能會 因為說我們看美股 主要就是要看說 它會怎麼樣影響到台股 因為我所謂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去看它的財報或法說會內容 乘數事實的東西這個東西就 就不叫重點 這個沒有什麼好看的 而是說它裡面有什麼內容 會影響到今天的台股 或接下來的台股 這才是重點嗎 那以Meta來講 Meta可能會影響到的是 VR頭盔這部分 因為它燒了非常非常的多錢 結果到現在還是在虧損 虧損幅度也沒有收斂 跟去年差不多 所以Meta在盤後其實跌幅還滿重的 可能會影響到今天VR頭盔相關的概念股 但是其實也沒差 就是說影響不大 因為說台股的VR頭盔 在近期本來就 本來就沒有說太大的表現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今天早盤的Meta跌幅是比較重一點點 我們先看IBM好了 因為說昨天IBM有提到 今天早上IBM 它的財報不好 那它的展望也普普通通 那IBM它比較偏向說是一個 硬體設備 那接下來會轉型到軟體這一塊 那它有提到 它在IT支出這部分 其實沒有到想像這麼好 所以今天的IBM 它也會影響到今天晚上美股的走勢 所以這可能也是導致說 整個亞洲股市目前整體的格局 都沒有到太好的原因 你看喔 以IBM來講 IBM是大跌 它再來盤後 是大跌了 是大跌了8% 就盤後喔 美國的盤後就是台灣時間的 凌晨4點到早上8點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說盤後這個東西 它是最容易影響到 等一下台股開盤走勢的一個 一個時段 那我們每天都會幫大家去做追蹤 所以IBM IBM在盤後時段就黃色這個區域 黃色這個區域它是下跌了8% 所以可能會拖累到美國股市 那又會拖累到亞洲股市 這部分就會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META 以META來講 META它在盤後跌幅也是非常的重 那META跌幅會這麼重 主要就是因為 它在IT這個部分 還有它的頭盔 就是說它燒一大堆錢 因為它說要轉型嘛 結果燒一大堆錢去做它的VR頭盔 VR頭盔沒有貢獻 沒有貢獻就算了還虧損 而且這個狀況已經持續了一年多 大概也是快兩年了 所以你看 雖然說財報不錯 但是它的消息一出來 META在盤後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 早上8點前的盤後 下跌了15% META下跌了15% 所以它一定會影響到美國股市 因為說META 它是NASDAQ的全值股 那是NASDAQ的全值股 現在下跌了15% 就代表說今天晚上 NASDAQ預計不會到太好 那市場會提前反應 提前反應就會提前反應到亞洲股市 所以日本股市跟韓國股市 目前表現都不好 那等一下台子期貨開盤 預計也會先跌個白點再說 所以這部分就會做留意 所以你看META財報一出來 直接往下跌 所以其實說這些零零種種的 全部都是影響到 可能說昨天晚上的台子期貨 或者說現在亞洲股市的一個因素 但是我覺得說不影響 因為說這個東西就可以把它視為 是短線上的震盪 就像我講的 就以整個台股來講 目前還是在震盪中 應該說初步指穩 今天可能會在兩萬點上下 下去做橫盤整理 持續去消化它的賣壓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反彈的第一階段一定是百花齊放 這沒有任何爭議 百花齊放 好股票爛股票 全部都會一起漲 但是真正能不能讓你大賺 能不能讓你連本帶利的把它賺回來 這個關鍵是在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也就是當百花齊放之後 好的個股業績強的 本益比夠低的 它才會繼續漲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說 在這幾天 百花齊放過後 就是輪到我們要換股的時間 太弱流強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怎麼去買 什麼股票值得下去做低階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失去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小老鼠W178 W178 下半段回來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台股有什麼個股可以去做留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8分 台股期貨跌了超過200點 算是說合理 因為看到今天目前的資本股市跟韓國股 就知道說今天的台紙期貨 一定不會到開得太漂亮 但是如果說以現貨來講 我覺得是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目前 就以整個 算是說震盪的區間來講 今天可能說台股會去側季線 側季線之後 應該是說今天台股會側季線 或是說它會向上去挑戰月線 因為說剛好就是兩大反壓 所以等於是說短線上 會稍微去做橫盤整理 等到說一些比較大的力多出來 才開始正式向上去做表態 等於是說現在台股就可以把它定義在 初步直穩這個階段 好我們再繼續看 剛剛忘了跟大家補充 直接看一下 台積電的ADR 就是TSM的ADR ADR在美股的盤後盤 其實說大家都會去看ADR 但是很少人在看台積電ADR的盤後 但實際上會影響到台股現貨的開盤 叫做台積電的盤後 那台積電ADR的盤後 就是凌晨4點到早上8點的 它是下跌的喔 它是往下跌一段 它往下跌的大概是1%多 跌了1%多就這一段 所以它一樣會影響到今天的台積電 或是說整個台股 那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一樣是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目前的狀況台子是下跌了 台子期貨是下跌了237點 算是說合理啦 大家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就像我講的 你要找出一個具體的利空 如果沒有具體的利空 其實它就是一個籌碼的沉澱 有一點技術面的整理 就這樣而已 因為就像我講 昨天美股這樣全部看過一輪 連廢半30大的成分股 我全部都這樣看過喔 全部都看過一輪 沒有任何的利空 連昨天廢半也上漲 所以這基本就可以確定說 是昨天台股線或暴衝的太快 所以今天稍微去收斂一下 就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好擔心 那目前的日經 目前的日經也是 稍微的開始在收斂 開地走高 整體表現還算不錯 那韓國股市也是 目前是收一根小小的下影線 都開始在收斂 所以預計今天的台股 我們直接看一下 今天的台股 可能會稍微再去挑戰一下 應該說 稍微再去挑戰一下2萬點 不會到季線 季線有點太誇張了 季線距離有點太遠 應該說 可能會稍微去回測一下2萬點 那又再站上去 那有機會去挑戰月線 那月線的反壓 大概是抓20250左右 它的賣壓可能會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這部分就下去做留意 那以族群來講 就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因為昨天的 因為昨天的德州儀器 全球半導體的風向球 長勢很強 連安森美長勢都不錯 所以就代表說 整個類比IC 電源管理IC 它在下半年正式要復甦 因為你要去看一個族群 一定要是要看族群性 你如果說只有一檔 就像車用好了 車用只有特斯拉一個人在噴 這個效益就不大 它沒辦法帶整個車用族群 但是如果說類比IC 它整個族群一起在噴 包括說安森美 朗格 還有像是德州儀器 全部一起漲 就代表說這個族群 它可能是來真的 所以我們直接看一下 像是8080的智新 所以你在今天如果說 不知道要買什麼 怎麼去做低接 持股想要太弱留強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視訊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持股明細 想太弱留強的把它打上去 直接視訊我們的Light 現在右下角都可以 所以智新可以持續在做留言 因為我們之前有提到 智新在300塊錢以下 它的本益比其實並不高 所以整體來講格局都不錯 如果說以智新的週K線來看 不錯嘛 這就是我講的 週K線最好的狀況就是 週K高檔橫盤整理 持續守穩在月均線之上 一旦起漲它的幅度就不錯 所以智新目前也是 週K線持續高檔強勢整理 日K線只要說有拉回 它就是一個買點 所以智新下去做留意 613半的茂達 茂達也是 因為如果說你要扯到電源管理IC的話 茂達它也算是電源管理IC 滿指標性的一檔股票 因為說茂達它目前的位階也不高 所以可以下去做留意 茂達目前就比較偏低階 因為它目前就是在 這個月線跟季線的反壓之下 就比較偏向說以低階的方式 下去做買進 那我們再稍微看一下聯電 昨天的聯電 如果說你真的要說它的法說 會到底說得好還是壞 我覺得是說得滿爛的 因為說以聯電來講 聯電它的EPS 第一屆EPS 它是估0.84 那0.84跟市場預估的平均值 我在這邊所謂的平均值 我都是綜合國內國外券商 還有一些華爾街的內部分析師 所得出來的中位數 算是說平均值啦 說這個位置0.84 所以算是符合預期 那三元的現金鼓勵算是不錯啦 如果說以長期投資的角度來看 殖利率6%一定是有值得下去做買進 那也是有機會吸引到 看殖利率的外資進來去做買進 但是它釋出 為什麼我會說 它昨天法說也講得滿爛的 就是說它展望 第二季消費性電子回歸到正常庫存 但是你看 晶圓出貨略上升 看一下這個用詞 這個用詞是滿保守的 略上升 那就算是略上升 也是上升在成熟製程這部分 所以對於整個細晶圓產業來講 這算是比較負面一點點的利空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成熟製程 細晶圓都不會到太好 環球晶 台聖科 合金等等的 今天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賣壓出現 所以這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像是說 2327的國具 有沒有 我們從上禮拜就跟大家講吧 被動元件因為說它主要的應用 是在消費性電子 所以它的復蘇期跟庫存消耗速度 會比其他的殘壓還要來得慢 所以它的谷底會落在第二季 谷底落在第二季 它在下半年就是它的爆發期 下半年是爆發期 股價在這個時間點就會提前去做反應 所以國具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以國具來講 國具它昨天的收盤價 大概是624塊錢 624塊錢它的本益比 大約是落在13倍左右而已 一間被動元件龍頭場 本益比只有13倍 非常的便宜 所以國具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國具 電源管理IC這些都可以 那包含像是 我一直在強調 你如果說真的不知道買什麼 無腦的去買就是台積電 800塊以下都不貴 2454的聯發科 1000塊以下都不貴 這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觀光旅遊 順便帶一下 如果說以觀光旅遊來講 只要著重在旅行社這一塊就好 這幾檔都可以去做留意 今天都可以留意喔 鳳凰 三富 還有像是 反正就整個旅行社 都可以下去做觀察 因為說旅行社 它是有機會實質受惠到 所以如果說你在這個時間點 不知道要買什麼 怎麼去買 想去利用這一次超額買點 去大賺一筆 打電話進來 或失去我們的Line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下次風險